海鲜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食物,已经是成了不少人最喜欢的美食,特别是居住在海边的朋友。 海鲜可以说是天天都可以吃到的美食。 海鲜的种类繁多,虽说平时海鲜是饭桌上的常客,可是人们吃到的海鲜只有几种。 对于很多海鲜,都是从来有听说过,却是从来没有吃过。 海鲜种类繁多不少人很多都不认识。 就像是今天要说这种海鲜,很多人在听到它的名字,都是没有觉得这是可以吃的海鲜。 而这种海鲜就是海参了。 不知道你们在刚开始听到海鲜的时候,是不是都认为是个生活在海里的人参呢? 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和小鸭相同的想法吧。 以为是海里的人参。 没想到海参是海里的海鲜。 颜色通红的外表看起来鼓鼓的。 很多人没有见过海参。 今天就让我们来走进韩国海鲜市场。 看看韩国厨师如何处理的海参的吧。 一只最少有两斤重的大海参。 当厨师在切开的一瞬间,很多人都不淡定了。 简直是大开眼界了。 在刀子接触到海参身子剖开的那瞬间, 原本鼓鼓的身子立马扁了。 里面的内脏全部爆开来。 将所有内脏扒拉出来放进盘子里。 一条条小肠就是面条。 吃货再看到这一盘海参内脏, 已经是控制不住自己。 直呼好想来一盘。 不过这海参的内脏, 是不是可以吃的呢? 小鸭还从来没有吃过。 去除了所有内脏的海参, 可以看到里面的内壁是白色的。 而这些就是经过烹饪, 就可以进行食用的海参肉了。 需要将内壁不可以食用的杂物切除。 一分为二的海参喜欢吃海鲜的朋友, 已经是在荧幕面前流口水了吧。 看起来肉质非常肥美。 虽然样子不怎么样, 但最后绝对是真相现场了。